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中国的A股又跌穿了2900点 之前A股跌穿3000点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大新闻 现在跌穿了2900点 好像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 当然跌穿的幅度并不深 现在目前指数是2898.88点 我相信可能明天后天又会回到2900点 但是问题是中国的A股指数 已经反复的下跌了 这个A股指数反复下跌 当然也就显示着中国股民 对股市的信心在不断的消除 最近中国有很多有关经济的负面消息 比如我们昨天讲过的 中国新闻出版署准备公布 一个行政管理措施 令到一众的有线上游戏业务的企业 受到了重大打击 像腾讯、网易 他们在香港股市的股价大跌 你像网易这样的 过去被视为优良资产的公司 股价一下跌了四分之一 可见这个政策对这个行业打击的力度有多大 但是现在股市下跌之后 中国马上传出了不同的声音 这个不同的声音 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叫牛弹琴的 写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就是 在中国股市失手了2900点 在大家对这个新闻出版署 有关线上游戏的限制征求意见草案稿 有如此大的惊恐的反应之后 中国官方突然宣布 审核批准了105款新的游戏进入市场 这就跟之前我们讲过的中国新闻出版署准备推出 对这个线上游戏严格限制措施呢 出现了完全两个矛盾的信号 那么这个微信公众号牛弹琴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牛弹琴其实是新华社的一个写手 他以牛弹琴的这个笔名写了很多相关的文章 这篇文章呢 告诉大家说 现在中国突然批准了105款新的游戏可以进入市场 这是一个重大重大重大的信号 当然是利好的信号 牛弹琴如何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利好的信号呢 在他的文章里边呢 一开始说 一出手就是105款 外界可能不明白这个数目的意义 但是对业内人士来说呢 这是主管部门第一次单次审批就突破了100款新游戏 确实呢 这是一个大力度 非常的不一般 那么这个大力度说明了什么呢 牛弹琴在他的文章里边列举了一个数字 说2023年到目前为止 中国总共审批了1075款新游戏 当中呢 国产的占977项 进口的呢 98项 就是国产跟进口的比例呢 大概是10比1 他说这次一下子批了105个 就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这个审批的结果 给广大的游戏业者 吃了一颗定心丸 为什么现在广大的游戏业者要吃定心丸呢 当然是因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准备推出的一个严格限制的一个政策 牛弹琴说啊 他说我觉得这个不寻常的举动背后呢 有一个目的 或者说一个信号 就是对网络游戏这个新兴的行业繁荣发展呢 给予呵护和支持 这就听起来跟之前我们说的新闻出版署准备推出的那个政策 有非常大的矛盾了 那个政策是限制了线上游戏 他未来这样不能做 那样不能做 但是呢 牛弹琴认为一下审批了105个 恰恰体现了对这个游戏行业的呵护和支持 他说一些管理的措施看起来好像更加具体了 但是其实他更加规范了 更加规范的目的是什么呢 肯定不是扼杀这个行业 而是希望这个行业发展的更好 牛弹琴这篇文章里面还特别提到了 他说大家不要看那个新闻出版署 那个意见稿对未来这个游戏产业 有很多严格限制的措施 他毕竟是个征求意见稿嘛 肯定还会有一些地方要修改的 我们怎么看牛弹琴 对这个游戏行业相关政策的判断呢 首先我们说国家新闻出版署 确实准备推出一个对线上游戏行业 更加严格规管的一个政策草案 这个草案呢 令到市场风声鹤唳 所以才赶快批准了105项新的游戏 那么希望游戏行业能够提振信心 这等同于什么呢 等同于你坐在餐桌上 餐桌上摆了四盘菜 然后我告诉你说 这四盘菜 你这个菜不能吃 那个菜不能吃 最终这四盘菜 你只能看一看 但是你不能吃 于是呢 引起了你极大的这个反响 你觉得这顿饭吃不下去了 于是我说别着急 我再给你上12道菜 这12道菜呢 同样根据前面的规定 你还是不能吃 只能看 增加审批的游戏的项目 这并不能够令市场提振信心 关键是 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玩游戏 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可以玩游戏 还有就是游戏为了吸引受众去下载 去使用 那么这个游戏在推出过程当中的 一些市场经营的手法 能不能不受限制 如果受限制的话 推出这个市场的时候 这个游戏就有这款限制 那款限制 令到这个参与游戏的人 对他的兴趣 对他的这个粘着度降低了 那么游戏行业会得到一个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吧 很明显是不可能的 游戏行业的发展 不是你批不批 多少个新的游戏项目 而是在这个市场上 受众能够如何自由的去选择游戏 去参与这个游戏 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闻出版署的新的管理规则 就是对什么人可以玩游戏 在玩游戏的情况下 什么市场策略可以推出 什么市场策略不可以推出 做了严格的限制 才会造成这么大的市场恐慌 本来讲的就是 批准游戏的项目 和以后玩游戏的规则 但是牛弹琴在他文章里边 突然又释放了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他说前不久 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说 现在境外的投资者 突然大买中国国内的债券 这篇文章我看过 但是那篇文章我看的时候 没看懂 因为华尔街日报说 现在有迹象 大量的境外投资者 突然大买中国的国内债券 但是是什么人买这些国内债券 并且这些人 为什么买国内债券 华尔街日报在那篇报当中 并没有一个详细的描述 但是牛弹琴拿这个 做一个未来中国市场前景的 一个象征意义的一个标杆 他说 境外的投资者 忽然大买中国国内的这个债券 这显示了什么信号呢 他说不用多说 境外投资者 正在重返中国市场 看好中国经济 他至于游戏这个行业呢 我敢肯定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戏 将会走向世界 世界会爱上中国的游戏 这也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表现 大家听到牛弹琴这个结论 跟他之前讲的境外投资者 突然进入中国买国内债券 之间的矛盾了吗 如果说大量的境外投资者 突然进入中国投资的话 那应该是外国的游戏 大举进入中国啊 但是现在外国的游戏产品呢 是不能大举进入中国的 这个话题我们之前讲过了 中国对外国的游戏 进入中国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而刚才牛弹琴所列举的 2023年中国批准了 1075个新款游戏 当中只有98款是外国进来的 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的游戏 如果外国的游戏产品 不能够大举进入中国 那么在这个行业投资人 如何有机会来中国投资呢 所以说现在中国股市失守了2900点 而中国突然推出了一个矛盾的政策 就是前面要严管游戏行业 后面的突然一下子 在不到48小时之内 又审批了105个新的游戏产品 又不让玩游戏 但是又推出了新的游戏产品 我们看中国的经济啊 经常会看到这样矛盾的一个现象 中国的经济政策 对中国的恢复经济 你看起来好像 你没有办法感觉到 他对中国迅速振兴经济 有什么直接的作用 但是有些政策呢 又会对中国的经济 产生一个打压的作用 但是问题是 这个政策和那个政策之间 是有矛盾的 所以现在全世界很多经济学家 很多研究机构智库 都在研究 中国现在领导层 对中国未来的发展的政策 到底是什么 之前我们讲过了 有很多华尔街的投资人 包括一些其他欧美的投资人 他们对中国的市场呢 总是产生一种矛盾的一种表现 他既觉得中国现在投资环境 不适合投资了 要收缩自己投资 但是你让他跟中国的市场脱钩呢 他又不愿意 坚决的不愿意 这些人总是认为 中国会不会 这背后藏着什么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政策 未来会突然推出一个 有利的政策呢 有些人甚至认为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 他统治的稳定 可能被迫要回到当年邓小平 真正的改革开放的路线上 所以这些外国投资人 在中国还留有一定的 投资规模和企业 为的就是希望中国 未来会发生一个变化 但是到底中国的经济政策 中国的整体战略 出了什么问题呢 大家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解读 最近欧洲有一家媒体 特别是一家有影响的媒体 对习近平的一些经济政策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解读 这个解读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上节我们说中国的经济政策 或者是一些经济战略 经常让外界看到有矛盾的地方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研究机构 包括媒体都在解读 中国的这种经济政策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矛盾 法兰克福汇报的一个驻中国的记者 他最近写一篇文章 叫《摇晃不定的中国》 法兰克福汇报创办于1949年 历史不算长 但是他在德国来说呢 是一个全德国性的日报 而这篇文章呢 是他驻中国记者写的 按道理说 这个人对中国的情况应该有所了解 这个记者在这篇文章当中 他得出一个结论 他说造成中国经济疲软的因素 并不是仅限于经济层面 很大程度上 这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 这篇文章当中这个记者说 他说对于习近平而言 经济增长及这个消费呢 不再是优先的导向 他说习近平厌恶这个富力奢华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再次学会少花钱 在习近平的眼中呢 社会福利体系会催生懒惰 因此呢 普通民众没有太多用钱的消费的机会 很多餐馆啊 商店啊 住房都空空荡荡的 我觉得这位记者 要不就是住中国的时间不够 要么就是这个人的智商有问题 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的三驾马车之一 习近平会故意的打压 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吗 虽然说有关这个富力奢华 并不一定是习近平喜欢的 但是问题是 现在在中国缺失的消费 不仅是在这个奢侈品方面 在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消费的低迷 这也是习近平故意为之吗 这个记者在文章上说 他说习近平如今更加关注的是 与美国等大国的较量 对于这个对抗华盛顿 所谓的遏止政策呢 习近平首先要确保 中国供应链的安全 习近平希望中国尽可能的 独立于全球化的产业链之外 这个话也听起来非常奇怪了 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 最迅速那几年 就是中国参加了全球一体化 中国加入了世贸 中国加入世贸对中国的经济腾飞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怎么可能把自己 独立于全球化的产业链呢 中国现在所做的一切 就是加入了这个全球化 然后呢 在这个加入全球化过程当中 对这个世界多边组织的一些承诺 没有实现 这也是中国和西方国家 发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怎么可能中国希望自己 独立于全球化呢 这篇文章还说习近平希望在国内重建一套自主的产业链 为了这个目标呢 他加大了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力度 强化盈利能力不那么强的国有企业 并且尝试引导企业往他所设想的战略方向去发展 他说围绕这个目标呢 习近平批评现有的经济体系 不足以服务于他认为的实体经济 这位领导人眼中的实体经济就是制造业 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 习近平想要汽车 想要造船 想要电脑芯片 但是房地产 互联网企业 还有金融企业呢 并不是习近平所希望要的东西 这篇文章 这个作者除了智商有问题之外 我还觉得他对经济体系是完全缺乏了解 如果按他这个描述 习近平只要中国有这个高科技的汽车 制造业 还有造船 包括电脑芯片等等这些 他认为对中国的实体经济有帮助的 而不要房地产 不要互联网 那么请问 在汽车行业 造船行业 电脑芯片行业 和其他中国想要的高科技行业当中 这些人获得财富之后 他们去哪里消费 他们不需要房地产公司 所提供的各种不同的豪宅吗 他们不需要利用互联网 来跟世界保持接触吗 他们不需要利用互联网 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吗 他们不需要用金融 来增大自己的财富吗 这些行业之间 这个经济联系 怎么可能切断呢 所以这位记者认为 习近平现在要的 只是这个汽车啊 造船啊 电脑芯片 所以习近平要打压 这个房地产公司 互联网企业 打压房地产公司 当然是因为房地产的价格 已经高到中国民众 不可接受的地步了 而房地产的 这个不断的推出 这个地盘呢 已经远远超越了实际的需求 这对中国经济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所以习近平才会整顿这些行业 这篇文章判断说 中国出现了经济疲软 而中国的决策者呢 并没有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 其实呢 这是习近平主动选择的结果 为了与美国展开 地缘政治的较量 习近平不惜给本国的经济 套上了缰绳 与此同时呢 中国当局也在扩大 自己对民众的监控 尤其在经济低迷的时期 更要对民众日益增长的 不满情绪呢 做好充分应对的准备 难道中国民众日益不满的情绪 这是习近平想要的吗 所以习近平才故意打压中国的经济吗 所以这篇文章 我觉得体现了西方国家 有很多人对中国的不了解 西方国家很多人都总是觉得 中国不是应该像过去一样 改革开放发展经济 那不是已经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吗 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成功的经验 弃之不用 要走回头路 要搞内巡玩 要搞计划经济 要壮大所谓的国营企业呢 这种迷茫和混乱呢 就是这些西方国家的某一些媒体 或者是一些研究机构人员 他们缺乏对中国的了解 更加缺乏对中国政治了解 所以他们才会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 产生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 最近华尔街有很多一些高级管理呢 都在讲一个话题 就是检讨自己对中国所做出错误的判断 比如说高盛集团全球货币利率和新兴市场的主管 特里夫德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他2023年压住中国的经济出了错 但是呢 他从中学到了两个教训 这个主题就令我非常感兴趣了 我很想知道这些华尔街 曾经对中国的经济给予非常高度的赞美 认为中国的经济在今年会远远超越美国的人 他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样的教训 他说过去华尔街在中国的压住呢 从来都是稳赚不赔 现在变成了稳赔不赚 他举了个例子 之前2023年开年的时候呢 华尔街很多人 包括他本人认为中国的股市在2023年啊 最少上升15% 而现在现实情况是下跌了超过15% 所以呢 他说他学到了两个教训 第一个呢 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新兴市场 并且特别是除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 第二个教训呢 是新兴市场的韧性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华尔街这位高管啊 还是没有吸取教训 看待中国问题 除了要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面向 更重要的是 要了解中国的政治面向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这些人彻底了解了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就会对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 可能会做出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判断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